欢迎收看第191期北静不静音 今天呢我是抛砖引玉给大家推荐一期Ti的演讲 那么这个视频的链接呢我会放到本期节目的说明文字里 大家一定要去看啊就是十几分钟不长 而且呢它自带带这个字幕可以自动转成中文的 那么我呢这期节目呢就是对他这个视频呢做一个讲解啊 勾起大家兴趣看 而且呢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墙内的很多朋友啊 他特别适合以现在这个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 因为我发现很多墙内的朋友呢在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总是有这么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啊 因为是从过去啊冷战时期过来 冷战时候呢这个世界的秩序感觉上是分两个阵营的 对吧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两个阵营呢都有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啊 美国和苏联 那么这个就形成了当时世界的一个两极对峙的感觉啊 所以才会有这个冷战 那么这两两个阵营呢 他各自对他阵营内的世界去制定规则 然后这个老大哥管的这个规则对吧 那么美国这边苏联这边 那么苏联解体之后 那么整个世界呢就从两极世界呢变成了一个单极世界啊 只剩下美国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 那么这个超级大国呢就是大家都管叫世界警察啊 管理着世界的一切 那么尤其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安全秩序啊 不是经济秩序啊 安全秩序 那么这个安全秩序呢是由美国来提供的 他的军队非常强大 包括他的经济实力也很强大啊 他可以把他的这个军队啊送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去去去管理 那么这个安全秩序呢导致这个美国的一个单极啊 单极单核单极的这么一个一个世界的秩序呢 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是这个里边呢尤其最近的15 20年呢 发生了很多变化 那么大家感觉上这个世界的在 在去像一个多极化去变化 因为美国呢大家都觉得 为什么就是习近平他们会觉得说所谓东升西降啊 就是感觉到美国的这个世界影响力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他们觉得在下降 因为美国提供的是安全秩序 那么经济秩序是谁来制定的呢 当然一直也是美国在制定 但是呢尤其最近这15 20年 这个秩序会有很多的挑战者 那从刚开始的日本 那么欧洲 那么到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中国啊 这些都是一些秩序的挑战者 他们呢加入到这个秩序里 并且呢去享受这个全球化的红利啊 做生意挣钱 然后他们开始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秩序 那这就是墙内很多人的一个错觉了 他就觉得说 好中国在至少在经济实力上啊 越来越强大 那么跟美国好像形成了一种争霸 那么世界呢又有又一次 感觉上是由这个单级 又要变成像当时美苏争霸时候那种双级 那这一次呢是中国替代了苏联 这很多中国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浅显的想法的 而且呢他会觉得说 呃没什么不对 那么你不能说凭什么世界只能是你美国来当这个霸主 那么中国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称霸的方式 很多中国人是这么理解的啊 他说我们称霸的方式不是用武力去让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国家去臣服啊 去害怕臣服 我只能听你美国的这个 你要弄的自由民主那一套 那么中国的方式呢是不称霸 那我们是用做生意的方式啊 然后来去重新奠定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 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 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呢 呃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啊 这些中国人没去想 就是美苏争霸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大家都是想去制定一个世界秩序 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啊 去去奠定一个框架 为什么苏联的这个框架失败了呢 或者说社会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 所有的他们那一套主义完全失败了 最终就是因为它是反人性的 因为你所有的这些制度和未来框架的设计 是从以人为本的 那因为是人类的社会 所以你要制定是符合人类的这种天性东西 那么苏联那一套失败了 那么美国这一套虽然不完美 但是呢 它被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接受 所以它就胜利了 那你现在到这儿 就是中国你要去去争霸的时候 不是说世界要遏制你中国的一个崛起 不是说世界的其他地方的人 看不得中国人好 或者说所谓的什么恨国党啊 这些去去看不得中国人好 不是 而是说在中共的那一套意识形态下 中国人你过不好啊 就是国强民弱 中国人是过不好的 所以其实反而如果希望那片土地和中国人能够过得好 那么经过这些年的反思实践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啊 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得出了一个共识 其实就是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所有的改变都看不到那个未来 没有办法 所以只能够寄希望于中共倒台 那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然后给那片土地那片人民一个重新的选择 然后重新的让大家日子可以过好起来 那么意识形态去做一个更新 也不是说完全去学美国啊 或者西方世界的那一套 但是现在这一套是走不下去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就说回到今天的主题啊 就是很多中国人还是觉得说啊 这个世界是单级的或者双级的 那么现在包括对于马克龙啊 就是法国总统之前访华 中国国内的渲染 也是说啊 说欧洲希望成为这个世界的第三级啊 这个欧盟啊 希望成为世界的第三级 然后包括印度的崛起 对吧 日本的恢复正常等等 这些都是给人感觉啊 这个世界是要变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那它有很多的中心很多 但是实际上啊 事实是不是变成这样呢 并不完全是啊 就是我今天推荐这个视频给大家看啊 它会分析的非常的透彻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啊 从安全性上来说 从军事上来说 这个这个世界的安全秩序还是单级的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十年十五年内 没有人能够挑战美国的这一个霸主地位 它还是一个单级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里 那它是它是双级的吗 就是中国跟美国 它是多级的吗 包括印度欧盟日本等等 这些新兴的这些参与 它是这样多级的吗 也不完全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跳出一个思维 就是这个世界它不是完全的啊 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转啊 不是完全的就是由这一百多个国家 去构成的啊 表面上看 我们一打开地图 画得很清楚啊 这些国家的边界 然后感觉上呢 平时的一些新闻呢 也是说这个国家啊 跟那个国家啊 有什么摩擦 然后呢C国家跟D国家 有什么贸易等等啊 都是以国家为主体 在在去做这些交道 对吧 但是呢 包括联合国啊 也是这么组成 但是呢 其实真正目前啊 运行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的 越来越多的 由这一个个国家的政府 他们是表面上的 但其实深层上 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 依赖于一种新的秩序 也就是我这个推荐视频里 在讲的第三种秩序 而且是在未来 会越来越重要的一种秩序 叫什么呢 它不是安全秩序 也不是经济秩序 它是叫数字秩序 Digital Order 那么这个数字秩序是什么呢 就是 它呢 是由这些跨国的 现在这些巨大的 一些科技公司所缔造的 因为我们的 现在的生活 进入互联网时代 进入这个强AI时代 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平时的沟通 包括现在啊 我做这个这个节目啊 所有这些东西 都需要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来搭建平台 给大家提供工具 那么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其实在这个 全人类文明的发展 这个方向上 他们现在在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包括这个视频里提到 俄乌战争 能达到今天 我们我们看到的 好像是乌克兰人的勇敢 看到的是这个北约 在后面啊 这些国家去给乌克兰输送啊 物资和这个武器装备 但是其实有一点是被忽略的 或者说提的不多的 其实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所给乌军提供的这些帮助 让乌军恢复这些 沟通啊 这些这些联系啊 然后还有对于这个俄军的这个情报的侦查等等 这些是 这些是高科技公司所提供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实际上我们会看到 越往后我们会看到 呃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传统的这种国家政府的系统 和他们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啊 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大的科技公司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那从这儿呢 引申呢 就是就是他那个视频里 他那个视频的角度是什么呢 就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视频啊 他的角度是在讲说 我们的这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 那这个全人类的这个世界 那在发展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什么 那过去呢 是我们要去对权威 有一个挑战的这种心理和认知 就是说这个你像美国也好 苏联也好 包括现在中国也好 就这种大政府大国家 他们这种权威 我们要去挑战他啊 他拿到的这种公权力 我们要去质疑他 但是到越到现在呢 我们更要警惕的是 这些大公司啊 因为他有强大的这些数据 大数据 他拿的这些数据 会去给我们啊 比如推送某一个视频啊 或者是他把这些东西宣传啊 就是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想法的变化 都在受这些大公司的数据 推送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 就是我们比如我们选票会投给谁 我们会买什么样的商品 对吧 我们的这个消费力 会去往什么领域去引导 所有的这些人类的经济文化活动 其实都在受背后的 现在这些互联网的大科技公司影响 所以这个是他那个视频 想警醒大家的啊 一定要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呢 就是一个是抛砖引运的 二呢 我借题发挥一下 就是说从他那个视频 大家看完之后 可以更多的去想一想 中国啊 尤其是中共 中共真正的敌人是谁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中共真正的敌人是美国 啊 就是说 因为美国啊 为什么要要掐死中共等等 但是其实我们 呃 从过去十五二十年来看 并不完全是这样 那美国之前跟中国跟中共 做生意做的很好 那让你当世界工厂 这个生意做的很好 没有太大的问题 为什么近些年才开始 在这些高科技的啊 这些芯片 这些领域 去所谓的卡脖子 我们就要看到啊 美国尤其是最近的 这二三十年 他真正能够去领先世界 或者说他去统治世界 或者他 他以他为这个超级大国 去运行这个世界 他的手腕是什么 其实不是靠军事啊 因为军事 他不能够拿枪抵着欧洲 抵着南美 抵着印度 说你必须得去跟我做生意 或者按我的价格买东西 他不能做这个事情 那他是提供了一个 呃 国际秩序的这么一个安全秩序 但是这个经济秩序 他并不能完全说了算 那么在经济领域 美国的杀手简是什么呢 他其实靠的是金融和IT 啊 我们呃 有在欧洲的朋友就知道 在欧洲这些东西 其实所有的这些产品啊 包括互联网的这些 电子商务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 欧洲自己的东西 啊 基本都是美国的这个大公司 在在提供的 所以美国去run这个世界的工具 就是靠金融和IT 那么IT 尤其是IT这个工具 真正他没有办法 就是或者他失败了 他伸手失败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中国 啊 就是中国 中共把让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没有能进来 就是你的这些产品 中国人用不了啊 之前我看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段子啊 就说 为什么欧美的人 更喜欢去东南亚去旅游啊 去日韩旅游 但不愿意更少的人来中国旅游 因为就是很不方便 你这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你到中国了对吧 你所有的 你跟你之前朋友的联系的这些软件啊 Instagram Facebook 这些你都用不了啊 然后你想发个所谓的朋友圈 就是你发个 比如发个推特啊 或者什么 你都用不了 这就是很很影响这种交流的 那然后在中国各种的实名制啊 你用的所有的软件 你都得重新去注册啊 你过去在你的国家所熟悉的 你Google Map什么的 你旅游找个路 这些都用不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中国等于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那美国这些大科技公司肯定是不爽的 那我的生意没有办法做啊 因为你这儿 以一个全人类的角度来看 你那十几亿人的一个市场 那市场也是一回事 人数是一回事 我都进入不了 那么中国的这些互联网企业 他又不讲规则 对吧 去偷技术 然后去侵权 接着呢 他还把这个东西 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 去向全世界输出 像抖音啊 TikTok这种东西 所以呢 美国肯定要在意识形态和这个经济领域啊 去对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去卡脖子 虽然你也没什么高科技啊 你都是抄的 对吧 那么这个事态就很明显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一级上 美国政府和这些高科技的这些公司 他们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一定要把中国那边市场打开 那么把中国那边市场打开 把中国这些人能够接入进来 进入全球的这个这个这个范围内的 其实现在唯一的阻碍就是中共 也就是说 让中国人民过得像个人一样的 唯一的阻碍就是中共 那么现在就 所以为什么很明晰就是在这 不只是美国跟中国要作对 要捏死你 对吧 他的所有的这些国家层面的附庸 他的盟友啊 日韩 欧盟 北约 那么都会去帮助做这个事情 其实更大的中共的敌人 是这些高科技公司 他们从就是从这个意识形态上来说 我之前讲那个苹果发布会的时候也讲过 你在中国那种意识形态下 不会诞生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产品 那么也就是说 在根本的对人的尊重啊 人权上 然后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上 那么中国啊 中共的那一套意识形态 跟这些高科技公司的这些精神内核是完全抵触的 所以在这从从这儿来说 那这些高科技公司也必然是中共的 其实真正的天然敌人 那么也就是说这两方结更加的结盟之后 对中共就是一个遏制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那么越往后 随着这个科技的继续发展 那么这个矛盾会愈演愈烈 那么中共自己呢 当然也明白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拒之门外 他想自己发展出一套 无论是这个腾讯啊 百度啊 阿里巴巴 所有这些东西 那么表面上看 这最近的十几年 他们做的风生水起 那产品做的也非常好 但是啊 我们要看到 往后 他们的创新度会越来越低 因为他们会更加的被中共束缚这个手脚 去管着他们啊 建立党支部 那么这些公司的这个创新活力啊 包括他们能得到的新的技术 新的人才 新的理念 都会被这个脱钩和这个全球的这个对中国的围堵 这个这个形势下 他们会每况愈下 所以这些企业最终沦为 中共的这个棋子 最终也是棋子 这个是最后是没有什么发展 那么呃 当然了中国这个这个骆驼啊 他会烂下去的时候 他这个进程 有可能 有可能会很慢 也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会突然的崩溃掉 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还是啊 继续拭目以待 今天我就是想从这个视角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一定要去看啊 我推荐的这个视频 在这个说明文字里有链接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 咱们